我轮在上海阳山港装载了21000个集装箱运往欧洲 这次装的大部分都是医疗用品 货物价值近300亿 现已装货完毕 开始离港 我们此次的航程从上海阳山港出发 沿中国南海一路南下 穿过马六甲海峡 横跨印度洋 穿过索马里海盗区 沿红海一路北上 过了水水运河后进入地中海 然后穿过直布楼托海峡 经过比斯开弯 再过英吉利海峡和多福尔海峡 最终抵达我们的目的地港口 荷兰的路德丹 全程11000海里 平均航数18节 大约需要28天 现在我轮已经穿过马里加海峡 进入印度洋海域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了 近7天的无聊航行 放大洋航行 也是我们船员最舒服的时候 很多老铁好奇 我们船员在船上都干什么 这里就是驾驶台 直搬驾驶员和直搬水属 会在这里直搬 这里面有很多航海一系设备 现代化船舶 早已经实现了之 是吧的爱上了他 而且小丽认真的表示大爷对体育政治历史地理 无所不知 与整天只知道睡觉打游戏的前男友形成鲜明的对比 眼瞅着就到了毕业季 小丽要留校嫁给大爷 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历史成了当地的热点 后来大爷接受采访时很坦诚的讲 自己其实只有初中文化 之所以能让小丽感觉自己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哎 那是因为年轻时曾经做过几年的海员 哦 说到这里 我顺便憧憬了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 今天船上吃烧烤 又安排上了印度洋上的小烧烤 吃好喝好海上烧烤 船上的伙食吃的还是不错的 反正比家里要好很多 现在我论即将驶入雅丁湾 也就是说马里海盗曾经最猖狂的海域 之前我也讲过啊 2010年以后 这里就很少有海盗劫持商船的事件发生了 但是我们依然做了大量的防护措施 模拟了海盗登船后所采取的行动 毕竟这是雅丁湾 还是要尊重一下 首先挂上刀片吃网 给海盗登船增加一点难度 然后装上高压水枪 只要海盗他敢来 我就拿这个东西喷他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船船高度 基本可以无视海盗小艇的存在 这次船上没有聘请安保人员护航 又省了30万美金 不过给船员多分了些劳务费 所以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现在已经顺利通过雅丁湾 明显感觉到有点燥热了 空气温度达到了40多度 只能在船上的空调间乘凉 干活那是不可能再干活的 这里就是全球最热的海域 红海 航行了三天 终于熬过去了 现在准备过苏伊斯运河 苏伊斯运河从南到北190公里 运河港口当局一年的收入高达70亿美金 我们这条船单程的购入费是100万美金 好像有点贵 反正你爱走不走 否则就得绕过非洲的好望角 航程多了6000公里 时间真是耽误不起 每年全球12%的货物都要经过这里 大家还记得吗 2021年3月份的长次轮极端枪啊 就在这里搁浅的 给全球造成的经济巡视 每小时高达4亿美金 可见这条运河有多重要 现在我轮航行鱼以狂风恶浪著称的比斯开湾 比斯开湾受北大西洋环流的影响 加上三角地形音速和波流效应 在这里你天天可以看到10米以上的海浪 但是我还挺喜欢过这个海域 因为拍作品容易上热门 这里老铁可能会有疑问 船上的集装箱为什么不会掉海里 咱们大概讲一下 集装箱的固定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在货舱内 一种是在上层甲板固定 货舱内都有导巢 因为每个集装箱的大小都有国际标准尺寸 码头上的桥调按照顺序将集装箱沿着导巢放入货舱即可 甲板上的集装箱会通过底锁与甲板固定 上层的集装箱会通过扭锁固定 这种方式只能防止上下的晃动 还需要通过桥锁把两侧的集装箱连接起来 并且通过绑扎杆把集装箱紧密的连接 这样就可以避免集装箱在运输过程当中的晃动 航行中 海员也需要经常检查连接处是否有松动的现象 即便遭遇到大风浪天气 也很难发生集装箱掉落的情况 在航行五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我们的目的地港口 路德丹 这里是荷兰的第二大城市 70公里以外就是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 这里绝对是个好地方 离这么远 我仿佛都能闻到郁金香浪漫的味道 这个老铁们应该都知道 既然来了嘛 必须得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接下来 我们船还需要挂靠德国的威廉港 英国的弗里克斯托 以及波兰共和国的格旦斯克港 此时啊 西方国家还沉寂在节日的气氛里 装卸货速度那叫一个慢 今年又要在船上过年了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远洋海员宋老师 带你走向航海之路 喜欢我作品呢 可以点赞 顺便加个关注